好 下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七单元 第三个考点 建设工程合同 这个合同的话非常重要 咱们住块这块经常考 单选或者多选题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阴阳合同 这块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呢 跟B之间 它签订八千万的 建设工程合同 这是呢 经过备案的 中标合同 因为当时招投标 这个B的话 中标 经过备案的话 八千万 但是呢 这A的话 私下跟B呢 还签了一个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要私下签的 这是七千万 这是 阴阳两个合同 如果二者 实质性内容不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当 以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 作为结算 共产价款 依据 这阴阳合同 怎么去处理 再第二点 建设工程合同的 无效 什么情况无效呢 包括三种情况 先看第一种情况 承包人 他未取得 这个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或者呢 超越资质等级 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 但是对这个第一点 我们看一个解释 他如果A是发包人 B的话是总承包人 双方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定力时 他这个B的话呢 他超越了资质等级 许可的业务范围 签定合同 但是如果B呢 在建设工程 竣工之前 他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 这个不按照无效合同去处理 比如这个合同 照样是小 再看一下第二点 他说没有资质的 实际施工人 借用有资质的 社工企业名义的 指的是本来借用 这种情况下呢 这是合同无效 然后第三种情况 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 但是未经招标 或者中标无效的 这个合同无效 这是什么情况下呢 合同无效 如果合同无效了 该怎么去处理 先看第一种情况 合同无效 但是建设工程 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这个承包人 他可以请求 参照合同约定 支付工程加款 这个参照俩字 要搞清 什么意思呢 如果合同无效 不可能按照合同约定 请求支付 价款 合同是无效的 但是呢 就算合同无效 但这个工程 经过验收合格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承包人 可以请求 是参照合同约定 支付工程加款 但第二种情况 说合同无效 并且建设工程 经竣工验收 不合格 就第一次验收 不合格 在这种情况下 看一下能不能修复 说修复之后呢 经第二次验收 合格的 这个发包人 可以请求承包人 承担 这个修复费用 但如果第二次验收 还不合格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承包人 无权请求支付 工程价款 合同无效之后 该咱们去处理 就这个问题 咱们住快13年 才能考过一次 这个单选题 再第三 是分包和转包的问题 注意这个点 大家需要清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 咱们讲过 A的话是发包人 跟B之间 签定八千万的 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拿着总承包人 经过发包人统一 经过一统一之后 他可以将自己承包的 这个部分工程 交给C来完成 如果C这出问题 谁向A承担责任呢 它是 注意呢 是B跟C B跟C的话呢 需要对A的损失 需要承担 这个连带责任 注意这一块 突破了合同的 相对性原理 因为这个A跟C直接 它并没有 直接的合同关系 但这一块 突破了相对性原理 这是第一条 经过同意之后 他可以将自己 承包的部分工作 这个分包 这是可以 关键词 只能是部分工作 但第二条 这个建设工程 主体结构的施工 必须由总承包人 自行完成 主体结构的施工 这块是不能分包 再看第三条 总承包人 不得将其承包的 建设工程 全部转包给 这个第三人 或者呢 将其承包的 全部建设工程 肢解之后 以分包的名义 分别转包给 第三人 指的是 这个A的话呢 跟B直接 签了个八千万的 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A是发包人 B的话是总承包人 而如果B的话呢 将这个八千万 全部转包给C 那这么做的话呢 这个肯定不行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第二种情况呢 是我不全部 转包给某一个人 而是呢 将八千万分成八份 分别转包给八个人 这个也不行 但第四点 是禁止分包人 这些承包的工程 再分包 是禁止再分包 什么意思呢 说就算B 将部分工作 交给C了 C的话是分包人 说C 将这一千万 再 这个转包给D 行不行 这种情况是不行 这是分包转包的问题 上个听过一遍 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 是承包人电资 对这个电资的问题 这是考试的重点 那首先需要区分 他如果A 是发包人 然后B的话 是总承包人 双方签订 这个建设工程合同 这个B的承包人 在盖大楼的过程中 他发现缺水泥 于是呢 帮着电上了一百万的 这个水泥款 那么这个一百万 它的性质是什么 到底是电资 还是工程欠款 要看AB之间 在签合同的时候 对这个一百万的性质 实现约定了没有 如果约定的 他明确约定 这是电资 那么这时候呢 就按照电资去处理 但如果对这个一百万的性质 双方没有约定 既然没有约定的话呢 是按照工程欠款 去处理 这是首先要盯住 如果约定的是电资 那就是电资 如果没有约定电资 就按照工程欠款 去处理 因为电资的话 跟工程欠款 它的利息 它处理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表的话 怎么出来了 我们直接画成图 看一下 对这个电资 和这个工程欠款来说 注意它的区别 首先 对电资来说呢 如果它未约定 是否支付利息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这个电资这块呢 就不支付利息 但是工程欠款 它是按照同期 一万贷款利率 去执行 假设题目告诉你 同期一万贷款利率 是这个6% 在这种情况下 欠款这块呢 就按照同期 一万贷款利率 6%去执行 在第二层次 如果约定了 支付利息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要区分 对电资来说 就算约定 但是不能超过 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不能超过这个百分之 什么意思呢 如果约定的是百分之四 那么就按照百分之四去执行 如果约定的是百分之八呢 那么只能按照百分之六去执行 它不能超过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但这个欠款的利息 它类似于五月金 五月金的话呢 并没有上线 如果约定的是百分之四 那么就按照百分之四去执行 如果约定的是百分之八 那么就按照百分之八去执行 这块就按照约定去处理 就可以 这电资跟工程欠款 它这个区别 正好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呢 如果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清楚 再按第五点 竣工日期 就这个考点 咱们住快两次考到这个客观题 我们看一下 他说当事人对建设工厂实际军工日期 有争议的时候 按照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包括三条 这三条必须记住 下第一 他说建设工厂 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就以这个竣工验收合格值 所以竣工日期就可以 但第二种情况 他说承包人 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发报人拖延验收的 是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值 为竣工日期 第三种情况 说建设工厂未经竣工验收 发报人擅自使用的 以这个转移战友建设工程值 为这个竣工日期 那么看到这的话 需要盯住两个时期 他如果转移战友的时期 是4月1号 但实际使用的时期 是4月10号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竣工日期 是4月1号 还是4月10号 他是以转移战友的日期 所以这个竣工日期 跟他实际上什么时间使用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记住 在第六点 是付款日期 对付款日期的话 说完签合同的时候 可以事先约定 关键是呢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说下列时间 市委应付款日期 也是三条 这三条 他们筑块并没有出过题 今年如果考小题目的时候 要清楚 现在第一种情况 说建设工厂 已经实际交付的 为交付值 然后第二种情况 建设工厂没有交付的 以提交 军工阶层稳健值 第三 建设工厂未交付 工厂价款 也未结算的 会当成起诉值 这三个特殊的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七条 是承包人的 优先受伤权 注意这个考点 咱们注冠两次考的 案例分析题 但是都比较早 04年和12年 对这个问题 该如何理解 咱们直接画张图 看一下 如果A的话 是发报人 B是总承包人 说要签了一个建设工厂合同 工厂价款 是八千万 说完签合同的时候 实现约定 这个付款日期 是2018年的4月1号 但是到了4月1号 A在发报人耍赖 他拒绝支付 这个款项 站在B的角度呢 他可以催告发报人 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这个合理期限是什么 你是防守一方 如果出手告诉你 说B的话催告A 就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他如果到了18年5月1号 A的话还是不给钱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可以协商 折价 什么叫折价呢 那大楼来抵债 是可以 当然他如果B的话 不想要这个破楼 也可以呢 请求人民法院 将这楼拍卖变卖 然后建设工厂价款 他享有优先受场的权利 这是承包人的这个优先权 那么讲优先权的时候 大家盯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这个优先权行使的时间 是六个月 是竣工之起的六个月 如果超过了八年了 再行使原权 这个不行 只能竣工之起 六个月 咱们住快一二年 考案里分析体 就考到六个月的时间 他超过这个时间 就不能再行使优先权 然后第二个呢 是优先权 他行使的范围 行使范围的话呢 应当是总承包人 为该工程实际支付的材料款 人工费 这些实际支付的费用 不包括进阶损失 是实际支出的 材料款 人工费 实际支出的款项 不包括进阶损失 然后第三个点 需要盯住呢 这个承包人的优先权 他是优先于抵押权 和其他债权 什么意思呢 楼正在盖的时候 A的话呢 像C银行 也是借八千万 A是债务人 C的话是债权人 最后A的话提供担保 于是A 拿这个再建工厂 正在建造的这个大楼 设定抵押 以再建工厂设定抵押的时候 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他是必须登记 自登记之起设立 他们告诉你 办理了抵押登记 C的抵押权设立了 但是A的话 这债务人 到期不换B的钱 也不换C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 说大楼拍卖价款 是优先的 最B的话是优先于C 就是他的抵押权 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债权 然后第四点 他如果发报人 这个A的话呢 将其中一套房屋 他卖给消费者王某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呢 他已经支付了全部 或者大部分款项 什么叫大部分款项 并没有数量标准 但处得老师 在进攻一方 他告诉你 王某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 或者支付了80%的购房款 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B在行事油盐权的时候 能否对抗 消费者王某呢 这块是不能对抗 就这点搞清楚 除非处得老师 告诉你说王某 根本就没有支付购房款 没有支付 对这种情况下呢 照样对这套房屋 他可以行使 优先权 但是王某支付了80%的款项 这种情况下 不能对王某手头这个房屋 再行使优先权 这是优先权的问题 把这几条 大家搞清楚 特别六个月的时间 是从这个竣工之期 开始计算 这个时间 大家需要搞清楚 好 下来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话一下 下来第一题 他下来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表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他考的是竣工跟验收的问题 看选A 他建设工程 未经竣工验收合格 不得交付使用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肯定是经过竣工验收合格 才能交付使用 但选B 他建设工程 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以这个建设工厂 转移占有值 为竣工之期 对吗 如果这个工程 经过竣工验收合格的 就以竣工验收合格值 所以竣工之期 对B的说法是错的 但选C 他建设工程 未经竣工验收 发包软 及擅自使用的 以发包软 开始使用值 为竣工之期 是开始使用值吗 就从这个转移占有值 要转移占有 可能是4月1号 开始使用是4月10号 就从转移占有值 所以竣工之期 C的话不能选 这是一个多选题 把BC排除 选A跟D就可以 我们看选D 承包人 已经提交 竣工验收报告 发包人 拖延验收的 以这个提交 验收报告值 对竣工值 这个说法正确 对这个提选 A跟D就可以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题 他根据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 当时 对工程实际竣工日期 有争议的 他下来处理规则中 正确的 是什么 看选A 要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的 以工程转移占有值 为竣工日期 原来这个 经过竣工验收合格 就以这个 验收合格值 为竣工日期 A的说法是错了 但选B 要工程未经 竣工验收 发包人 擅自使用的 以这个开始使用值 为竣工日期 是开始使用吗 是从这个 转移占有值 再按选C 要工程未经 竣工验收 发包人 擅自使用的 以工程封顶值 为竣工日期 跟这个封顶的 时间没关系 还是从转移占有值 再按选D 他说承包人 应提交 竣工验收报告 发包人 拖延验收的 以承包人 提交 提交验收报告值 为竣工日期 这个说法正确 可以选D 就可以 再按第三题 他说假公司 跟乙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由乙公司 承建假公司的 办公佬 但是乙公司 并不相应的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如果没有相应资质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合同是无效 除非什么 他如果当时超越资质等级 但是在竣工之前的 他觉得相应的资质等级 这种情况下 不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他这块乙公司 根本就没有这个资质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合同肯定是无效 但是工程竣工之后呢 将验收合格 他下来 他说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 他选A 他说合同无效 但是乙公司 有权请求假公司 参照合同约定的 工程价款 说支付 是参照合同约定 支付工程价款 这个说法正确 首先合同无效 参照合同约定 支付价款 然后选B 他说合同无效 乙公司 有权请求假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的 数额支付 是按照吗 既然合同无效了 那个合同那块 不能是按照合同约定 所以这个B的说法 错误 建设单选题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就可以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题 建设工程监理 是指呢 工程监理人 代表发包人 对承包人的 工程建设情况 经监督 发包人 与建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 及法律责任 一按照特定类型的 有名合同处理 该有名合同 试试 什么意思呢 这A的话是发包人 然后这个B的话呢 他是总承包人 双方签订一个 这个八千万的 建设工程合同 但是A的话 担心呢 担心B的话 不好干活 于是A跟C之间 要签订这个 监理合同 C的话是监理 他就帮着A 去看着这个B 他和A C之间 这个监理 那这是按照什么 合同去处理 是A 委托C 说你帮我去看着B 所以A C之间呢 这一块是按照 委托合同 去处理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C就可以 这个题就算 没学过 经济法 按照基本常识 都能判断出来 这是关于 这个建设工程合同 咱们用很长时间 就讲完了 好笑 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考点 运输合同 运输这一块呢 包括客运和货运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客运合同 这一块稍微住一下 就可以 先看第一点 他成员人 善待变更 运输工具 而降低 服务标准的 这个必须按照 乘客的要求 退票 或者是减收票款 但是呢 如果提高服务标准的 是不应当 加收票款 再跟第二种情况 他成员人 必须在运输过程中 旅客的伤亡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如果伤亡 是旅客 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 或者是成员人 能够证明 这个伤亡是旅客 故意重大过失 造成的除外 也是客运的问题 咱们住快考试 一般情况 不会涉及到 但第二个是货运合同 这一块是考试的重点 而且咱们住快06年 这块曾经考过 按理分析题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这个收货人 在约定的期限 或者合理期限内 对货物的数量 归孙的 未提出一亿的 这个视为成员人 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 交付货物的 初步整局 所以这一块 只是初步整局 如果以后呢 收货人 有证据证明 获得回损密室 的确发生在 运输过程中 照样可以向成员人索赔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搞清楚 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A跟B之间 签订了 这个运输合同 这个B是收货人 双方约定 说需要在4月1号 给你10天的时间 这是双方约定的 这个检验货的时间 说B的话 收到货之后 在这个期限内呢 当时并没有发现问题 没发现问题的话 B呢 这个未提出 这个一 如果未提出一的话 只能代表什么呢 代表成员人 已完成工作的 一个初步证据 所以这一块 只能作为初步证据 他如果B的话 到4月18号 才突然发现呢 说这个设备这块 还是有问题 而且必有证据 能证明 这个货的回损 的确发生在 运输过程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照样 可以找成员人 要求索赔 这是可以 但讲到这 马上想到 我们前面讲 买卖合同的时候 买卖合同 如果约定了 检验期间 在检验期间内 如果买方发现问题 而发现问题 如果带于通知的 实为标的物 不合约定 但这块呢 他特殊 是当时 约定的期间内 他没有发现问题 事后发现问题了 照样可以找 成员人索赔 但前提是 有证据证明 获得回损 的确发生在 运输过程中 可要求索赔 这是第一点 暂第二点 他成员人 对运输过程中 获得回损灭失 需要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但是成员人 如果能够证明 归算灭失 是因不可抗力 造成的 第二种情况 是货物本身的 责任性质 或者合理损耗 造成的 第三种情况呢 是托运人的过错 造成的 第一次是收获人的过错 造成的 有证据证明 是别人的原因 并不是他 自己的过错 不管是不可抗力 还是货本身的 责任性质 还是托运人 收获人的过错 造成的 这种情况下 不需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这四条本身 当靠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想清楚 事没完 如果是不可抗力 这货的运输过程中 因为不可抗力 是这个未收取运费的 承运人 不得要求支付运费 已经收取运费的 托运人的话 可以要求返还 这是运输的问题 这点怎么去理解 跟别的内容 相接合的时候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A跟B之间 他签订100万的买卖合同 这是北京的A公司 跟上海的B公司 他签的合同 A把东西卖给B 上海的B公司 这是买方 然后A的话呢 跟C这个运输公司 要签订了 这个运输合同 C的话是承运人 根据AB买卖合同的约定 说应当是4月1号之前 需要交付这个设备 然后C的话呢 这个承运人 在运输过程中 他如果C的话有过错 因为C的过错 他开车的话睡着了 他的过错 这是一个设备的话呢 这个3月30号 撞到大树上 发生毁损 因为C的原因 这是A的话 不难找买卖合同的约定 在4月1号之前 向B交货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还定住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A向B还需要承担 运约责任吗 讲运约责任的时候 因为这个合同当时 因为第三人的过错 造成运约的 照样是需要承担 运约责任 因此不管是A的原因 还是C的原因 注意AB的话呢 他是买卖合同的当时 这个A就算有证据证明 是有第三人的过错 造成运约 A照样是向B承担 运约责任 A向B承担运约责任之后 A怎么去找第三人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他们怎么狗要狗 跟B的话没关系 这是第一个合同 暂第二个合同 站在C的角度呢 C的话需要向A 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为这个承运人 对运约过程中 获得回损面时 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他要过错 这话你不能推什么 不可抗力或者别的过错 你自己的过错 那肯定是需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然后第三 他如果呢 AB之间 在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还有定金 A向B呢 还交了20万的定金 在这种情况下 适用定金法则吗 这么讲定金法则的适用 因为合同关系以外的 第三人的过错 造成违约的 照样是适用定金法则 所以A的话 竟然向B 交了20万的定金 这种情况下 A的话 违约 A违约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C 在运输过程中 并没有过错 一直瞪大眼睛 好好开车 但是没想到太阳下来了 这是不可抗力 如果是不可抗力 大家定做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A向B 还需要承担 这个五约责任吗 首先 他是延迟旅行吗 如果是延迟旅行 后发生 不可抗力 你说好 他4月1号交货 如果你4月8号 才出门 然后10号 出现不可抗力 延迟旅行 后发生不可抗力 这种情况下 不能免除 我也走 但如果他3月20号 就出门了 3月30号 因为正常情况 说3月31号 就可以送达 因此这一块 时间没问题 他可以根据 不可抗力的大小 全部或者部分 免除 无约责任 像太阳下来 这事太大了 就可以 全部免除 这个无约责任 再第二问题 C的话呢 像A 还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吗 因为成余人能证明 获得回损密失 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它是不需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能赚运费吗 如果 首先不让你赔了 你就别赚运费了 如果尚未收取运费的 不能要求支付运费 已经收取的 托运人可要求 返还这个运费 这是运费的问题 再看第三个层次 A向B交了二顺的定金 在这种情况下 能适用定金法则吗 因为不可抗力 或者意外事件 这是主核能不能履行的 是不适用定金法则 既然定金法则不适用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把定金需要推给 不适用定金法则 要讲到这的话呢 会有问题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了 这个回损密失的风险 谁承担 要涉及到风险承担的问题 人家风险承担呢 出现不可抗力 谁倒霉 谁承担这个风险 风险承担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需要盯住呢 AB直接在签合同的时候 对交付弟弟 是否约定 如果约定了交付弟弟 双方事先约定 说A的话呢 把东西卖给上海的B公司 A的话负责运输 当时一百万里面含着运输的问题 A负的运输 说好呢 是4月1号交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先约定交付弟弟 A负的送货上门 因此呢 交付之前的风险 要充满承担 交付以后的风险 要买受人承担 既然是3月30号 发生汇算灭失 所以这个风险 肯定是A公司 来承担风险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双方 这个签合同的时候 对交付弟弟 并没有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这个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 标的物需要运输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A的角度 需要做到人之意尽 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 交个第一 成运人 与运交给买方 他如果是 3月20号 将设备交个第一 成运人 交付之后呢 然后3月30号 发生灰色灭失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风险谁承担呢 要交付之后 跟A的话就没关系了 所以这个风险的话呢 交买方B来承担 这个风险 所以大家把这两图 需要搞清楚 这是考综合体 跟运输这一块 相结合的时候 大家需要会的 考虾 我再举个例子 消化一下 假委托椅 用货车 将一杯水果 用AD 不料土中 遭遇山洪 水果全部回损 假委托椅运输时 一项已支付了运费 这块已支付了运费 根据规定 下来表书中 正确的什么 选拥AB的话呢 让你判断的是 这个回损密室的风险 对承担呢 对这个风险的话 也就是说 已是运输公司 他需要赔偿这个损失吗 这块不需要 因为成员人能证明 获得回损密室 是不可抗议造成的 他是不需要承担 这个赔偿责任 A的话不选 然后选B 说假自行承担 因水果毁损 到人的损失 B的说法正确 然后CD的话呢 他就判断是 这个运费的问题 运费的话呢 应收取运费的 这个托运人 有权要求返还运费 引到这个题的话 选B跟C 就可以 这是运费的问题 好 下来看一下 第五个考点 委托合同 那么这个考点 的确是三个型号 但是咱们诸快呢 只是15年 考过一次 也在这个点 咱们上课讲 基础班的时候 会详细讲一下 但是考前的话呢 我想这个就 没有什么必须 考前需要死定备了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费用跟报酬的问题 例如 这A的话呢 他委托B 说你帮我看小孩 咱先不说报酬 这个费用 看小孩的费用 孩子喝奶粉的费用 费用的话呢 那肯定是由 这个委托人 来承担这个费用 说费用是2000块钱 然后呢 他如果B是受托人 帮你电商A的话出差 然后B的话 这个保姆 说帮着孩子去买奶粉 2000块钱 这种情况下 B找A去要这个费用 及相关的利息 利息的话 还有一百块钱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 因为这个费用及利息 只有这个委托方 来承担 这个你的基本常识 你治的 第二点 委托合同 它可以是有偿合同 也可以是无偿合同 你花钱请保姆 这是有偿合同 让自己的父母 帮你看小孩 那就是无偿合同 然后第三 第三的话 说了个什么事呢 直接举个例子 就可以啊 他说A的话呢 委托B 说你帮我去买一个煎饼 然后呢 这煎饼的话呢 必须搁两个鸡蛋 里边加上活的肠 但是呢 你花三块钱 给我买一个大煎饼 如果成功的买了一个煎饼 我给你一百块钱的报酬 就这么约定 这有偿合同 这个B的话 对受托人 骑着自行车 满大街去找煎饼 但是花三块钱 买不到合格的煎饼 他这个事并没有 这个办成 那么这种情况下 需要盯住什么呢 没办成这个事 是B的原因吗 并不是B的过错 A的话呢 开价太苛刻了 你两个鸡蛋的话 加火腿肠 不可能三块钱 买到这煎饼 首先 B没有过错 导致数没完成 那么这种情况下 站着B的角度 是否有权请求A 支付这个报酬 是先看双方 实现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这个约定的情况下呢 他是有权请求A 支付这个报酬 要没完成 并不是B的过错 这是呢 怪这个费用跟报酬的问题 在第二是损失赔偿 大家需要区分 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是有成的维度合同 你花钱请到保姆 因为受到你的过错 因为有过错的话呢 给委托方 造成损失的 委托方就可以要求 赔偿损 有过错 你不管是一般的过失 还是重大过失 有过错的话 就会要求赔偿 第二个层次 如果是无偿的 委托合同 委托自己的父母 帮你看小孩 那么这种情况 没花钱 没花钱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 这个不能随便瞪眼 除非受托人 这个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损失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委托人 他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所以这块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A的话呢 他有小孩 然后B的话 他岳父 把他看小孩 那肯定是无偿的 但是岳父呢 中午的确呢 没看孩子 睡着了 然后小孩的话 从这个十楼下桥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这个女婿的确生气了 这个对B的话提起诉讼 就毕竟B有重大过失 这有重大过失 这个他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这是损失赔偿的问题 然后第三的话 是随时解除 注意呢 前面讲过 不管是委托人 还是受托人 都可以随时解除 这个合同 随时解除 是他的权利 义务是什么 因为解除合同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需要赔偿损失 然后第四是转委托 这个怎么去处理 什么叫转委托呢 例如 说A的话 他委托B 说你帮我看小孩 A是委托方 B的话是受托方 但是B的话 这个保姆 他们家正好需要割麦子 这时候需要走十天 于是呢 说这个B的话 委托C 说找一个小老乡 把你看几天孩子 转委托 转委托 他需要搞清楚 两个层次 如果转委托的时候 经过A统一了 经过统一的话呢 这会怎么去处理 既然A统一 让C的话临时 看几天 那么这种情况 站着B的脚步 他需要呢 对这个第三方的选人 毕竟是他说 找一个老乡 对第三方的选人 以及呢 这个B的话 对C的这个指示 要承担责任 对谁承担责任呢 这个B对A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他老乡 这个看小孩的时候 说根本不给孩子喝水 然后A的话 发现了问C 为什么不喝水 说B指示C 是千万不给他们家孩子喝水 那这种情况下 B肯定需要承担责 是他对第三人的选人 以及B对C的指示 需要承担责任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个层次呢 他如果转委托 没有经过A托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受托人应当 对第三人的行为 需要承担责任 但是紧急情况下 这个受托人 为了维护委托的利益 需要转委托的 这个处外 什么意思呢 A委托B 帮他看小孩 B的话 突然身体不行 突然肚子疼 然后呢 紧急情况下 还得看孩子呢 他就算没经过A统一 这个B的话 紧急委托C 说帮我看 帮我教师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是处外的 这是转委托 再看一下第五条 说两个以上的受托人 共同处理 为了事务的时候 对委托人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点大家需要请不住 如果两个受托人 那这两个保姆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然后第六是 引明代理 谈到这个问题 看PBT的话 一大堆 条文不念了 直接举个例子 我想这个 过三百年 不会忘了 就不用去死背了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呢 他委托B 说你帮我去买一个奸命 A的话是委托人 B的话是 这个受托人 然后B的话呢 看见C 在街边买奸命 站在B的角度 以谁的名义 跟C直接签合同呢 如果是委托合同 他要搞定 B两个选择 他可以A的名义 跟C直接签合同 也可以自己的名义 跟C直接签合同 如果 这个B的话呢 是他自己的名义 跟C直接签合同 那么这种情况 就构成什么呢 构成引明代理 他把A的话呢 给引掉了 引明代理 如果是引明代理的话 该怎么去处理 他需要盯住 站在C的角度 如果他当时 跟B定立合同时 他就知道 知道呢 A B直接 这个委托关系 这个C说 说尽管 他心里知道 他知道呢 尽管跟B签的合同 他知道是 B是A他们家保姆 说知道呢 说是A A让B买的肩并 知道A B这样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尽管是以B的名义 跟C签的合同 但这时候 是直接 直接的话 由A跟C来承担 合同责任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C在定立合同时 知道A B之间的 这个委头关系 再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C呢 当时不知道 不知道B之间的 这个关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盯住什么 需要盯住呢 站在B的角度 他有一个披露义务 什么叫披露义务呢 看谁搞事情 无非两种情况 说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C C的话搞事情 这就是肩并拿回去之后 A呢 吃完肩并 发现根本不会生 肚子疼 然后A肯定问B 说从哪买了肩并 因此这个B的话呢 向A需要披露C 把C给捅出来 于是A的话呢 既然知道C了 A的话就可以 拿着这个棍子去找C 这是可以 但是问题什么情况例外呢 他如果C说 说知道你这个混蛋吃煎饼 当时就不卖给 根本 根本不卖给B 在这种情况下呢 A就不能找C了 正常情况下呢 既然把C捅出来了 A的话是可以向C 主张权利 但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A的话 搞事情 怎么处理 他肩并没问题 肩并吃完之后 不给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C的话 肯定会找B 说到底谁吃肩并啊 这种情况 B的话就向C 披露A 把A的话给捅出来 那么站在C的角度呢 既然他知道A吃的肩并 因此C可以找谁呢 他可以找A 也可以找B 这个主张权利 也就是说他向谁 主张权利 他可以选择 但这个相对人 已经选定了 这个不能变更 你不能说一会儿找A 一会儿再找B 这个不行 这是呢 这个煎饼的故事 我今天上午正好买了一个煎饼 但知道三块钱 肯定是买不下来的 这是引明代理的问题 听完故事之后 是不是听懂了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希望第一题 他甲委托乙 销售一批首饰 并交付 乙的话 经甲同意 这个转委托给饼 看到这的话呢 需要把关系搞清 甲是委托人 乙的话是受托人 然后经甲同意 他要转委托给饼 经过同意的话 是可以转委托 然后这个饼的话呢 以他自己的名义 跟丁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 由这个受托人 他可以自己的名义 跟第三方签合同 那么这种情况就构成什么 构成引明代理 然后这个饼 一跃向丁 交付首饰 但是丁的话拒绝向饼支付 这个价款 那么谁搞事情呢 这个丁的话搞事情 既然丁搞事情 所以站着饼的角度 他披露义务 这都是向甲 披露丁就可以 看一下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判选A 说以他转委托行为无效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经过同意之后呢 他可以转委托 再看选用B 说丙与丁之间 定立的买卖合同 直接约束甲跟丁 对不对 是直接约束甲跟丁吗 如果题目告诉你说丁 丁跟丙在定立合同时 他当时就知道 当时知道呢 这个丙是甲的受托人 如果知道甲丙之间的 这个委托关系 那么这种情况 他直接约束甲跟丁 但这个题并没有说 定立合同时就知道 所以这个B的话不能选 再选C 说丙应当向甲披露丁 然后甲可以行使 丙对丁的权利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丁的话搞事情 丁不给钱 得把丁的话呢 给披露出来 是丙向甲披露丁 然后甲可以行使 丙对丁的权利 除非什么呢 什么叫例外呢 除非丁说是 当时知道是甲的手势 我根本就不跟丙玩 如果有这个 这个情形的话 甲不能找这个丁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C就可以 这是转委托 再看第二题 然后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委托合同的表中 正确的 是什么 看选A 说无偿的委托合同 因受托人的一般过失 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 委托方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既然是无偿的 必须是因为受托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损失 他要有赔偿 A的话不能选 然后选B 说原则上受托人 有权转委托 不必经委托人统 对吗 注意99%的情况下 是必须经过同意 除非什么呢 紧急情况 这个例外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因为这个 如果是原则上 装委托的时候 是需要征得同意 因着B的说法错误 但选C 说有偿的委托合同 因不可贵作于受托人的 这个室友 这个委托事物不能完成的 委托人有权拒绝 支付报酬 正好说法 如果受托人没问题 咱们讲过买肩饼的事 那这种情况 说就算委托事物不能完成 照样是有权 要求委托方支付报酬 再问选B 说两个以上的受托人 共同处理委托事物的 对委托人承担 连带责任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题的话呢 这个选B就可以 这是关于委托的合同 好再看一下 第六个考的 行级合同 这行级合同 这一块 一个型号 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 首先呢 需要搞清楚 这个行级合同 跟一般的委托合同 它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例如 说A的话呢 跟B直接 他签定行级合同 最A是委托人 这个B的话是拍卖公司 就委托人 跟拍卖公司直接 他签的这个合同 这个典型的 这个行级合同 这个行级合同呢 行级人 是以自己的名义 他是以自己的名义 为委托人 从事贸易活动 然后委托方 支付报酬的合同 他是个特殊的 委托合同 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委托合同 跟行级合同 它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区别呢 是以谁的名义 跟第三方签合同 例如 A的话 如果委托B 说你帮我去买一个兼并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B的话 对受托人 他可以 以A的名义 也可以自己的名义 这个签合同 但如果是行级合同 这个行级人 说A 委托这个拍卖公司 说你帮我将这个破手表 来卖出去 然后呢 这个拍卖公司 将手表卖个C的时候 他是必须以自己的名义 签合同 这是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区别 是关于这个范围 谈到范围的话呢 这个委托合同的范围 特别广 你不管是帮我看小猫 看小孩 还是去买煎饼 还是去买设备 都可以委托 但是讲行级合同 它仅限于 从事的是贸易活动 这谈不上呢 看小孩的事 这是第二个区别 然后第三个区别 是不是支付报酬 谈到报酬的话呢 对这个委托合同 它可以有偿 也可以无偿 但是讲行级合同的时候 必须支付报酬 它必须支付报酬 这是第三个区别 然后第四个区别 是关于这个费用的话呢 这个油水承担 对这个委托合同 不管是有偿 还是无偿 这个受托人 为处理这个受托事务 和支付的费用 及利息 被承担的 费用的话 都是由这个委托方 来承担 但是讲行级合同 行级合同因为 委托方支付了报酬 所以这个拍卖公司 和产生的相关的费用 费用的话是承担的 费用的话是行级人 他自己承担 有必的话自行承担 这点搞清楚 这是二者的区别 区别搞定之后呢 后面具体的内容 咱们下一讲会接着讲 请问位置 费用